无党街台北市议员林颖梦遭到检举 说他疑似是以人头注决方式来诈领市议会的补助 甚至还挪用了助理的劳金保费 台北地检署昨天是指挥了调查局搜索约谈 经过复讯之后一度是要升压 但检方临时改变了心意 预立林颖梦一百万元交保 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 因此昨天他是在居留室过夜 直到今天上午十点钟才由家人抱他出来 居留室睡了一晚身心巨皮 林颖梦交保出来时带着眼镜受访 澄清他没有贪污 我没有诈领助理费 我聘请这些助理都是在做 比方说组织工作 比方说破展支持者 比方说帮我剪片做设计 制图等等 那这些他们都有如实的做 也有交付工作成果给我 那这些给他们的薪水 也是他们应得的 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薪水 我更不可能去拿他们薪水 进入到我的私人口袋 话没讲完就被拉走 林颖梦虽然强调 助理不是人头 确实为他做事 却没有解释到这个人 前男友叶耀章 有自己工作 但挂名林颖梦办公室执行长期间 甚至人在国外 因此有诈领补助费嫌疑 调查局在二十二号前往台北市议会搜索林颖梦办公室 扣走不少文件 叶耀章虽然不在台湾 无法道安说明 但他有位同事郭艺成 也因为挂名林颖梦助理 遭到约谈 曾经参选议员的前时代力量党员 萧星成 传出是人头助理幕后老板 同样以被告身份征讯二十万交保 有帮助议员扎机 交保的金额 我看报道好像也是 筹得蛮辛苦的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颖梦不像是这样的人 林颖梦原本遭到生压 检察官临时找律师回来 改成一百万交保 但这一百万难倒林颖梦 半夜筹不出钱 直到二十三号上午 亲友才为他绊保 首都议员沦为贪毒被告 是否冲击年底连任选情 林颖梦只说没想那么多 记者姚家鼎姚一婷 SNG小组 台北报道